跳繩 打籃球 小朋友跳啊跳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高人一等 但是孩子到底长到何时 看生长版最准确 生长版其实就是在这个 这种缝隙的地方 X光片看起来这个都有缝隙的时候 就表示他还有时间会长高 医师解释孩子身高能长到几岁 一切都看生长版是否密合 而主要的指标就是第二性征的发育 以女性来说 10岁第二性征会开始发育 代表进入快速成长期 一年最多可以增加10公分 但到了13岁 生长版逐渐闭合 进入慢速成长期 一年最多可以长6公分 16岁以后生长版正式闭合 而男性则是11岁开始发育 18岁生长版开始闭合 但这时候才想长高 抱歉已经没机会 生长版一旦完全立合 就再也不会长高 再想要后悔 然后想要找任何方式都没有用 医师建议务必把握 生长版闭合前的黄金三年 这三年尽可能让小朋友多跳绳 多打篮球等等 刺激脚底板 每天至少维持30分钟 如果成效不如预期 口袋也够深 经过医师评估 也可以注射生长激素 帮助发育 先经过一个小人内部病科医师 做过一个完整的咨询之后 那才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生长激素的一个施打的一个疗程 不过这负担可不清 西医的生长激素是剂型态 一剂平均666元 每天打一次疗程半年起跳 至少花费12万元 中医有类似的转股方 比较便宜 一包中药115元 一周四次 三个月的疗程将近6000元 人医生长高的机会 就只有黄金三年 无论什么方式都要好好把握 毕竟人生没有后悔的药 记者张正名 翁佳于台北长报导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